昨天晚上没办法睡觉 因为昨天陪韩国瑜跑了一天的行程 在下午跟年轻人座谈的时候 一群人在抗议 还让警方两度举牌 要冲进来 那如果真的冲进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 但是更严重的是昨天晚上 竟然在大造势之后 在韩国瑜离开的时候 有人丢了鸡蛋 而且不止丢了一颗鸡蛋 打得还很准 打在护卫的身上 打在我们的身上 我在想 如果那是一颗土制炸弹 我们还有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吗 我们还会有明年的总统大选吗 这些都是计划 其实从国民党初选结束之后 我就曾经说过 民进党的蔡英文如果认为 他在总统跟立委选举都没有把握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采取戒严 戒严停止选举之后 他可以继续做总统 民进党在立法院绝对多数的立法委员 可以继续做立法委员 直到他宣布解除戒严 很不幸的是 我最近在看所有的媒体的表现 以及民进党所有从行政院开始 到民进党的党部 到民进党动用的侧义 都看到民进党在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对韩国瑜身体跟心灵的追杀 无所不用其极 无所不用其极 所有的媒体 不管是NCC的控制也好 民进党的威胁利诱也好 都在报道故事的新闻 来抹黑韩国瑜 要对他心灵上造成最大的伤害 在身体上 现在也开始要对他造成最大的伤害 所以我在讲 如果昨天晚上丢的是两颗土质炸弹 甚至一颗就好 韩国瑜绝对被打残 在身边的人可能都会被打死 多么容易丢鸡蛋 多么容易丢土质炸弹 我要请问民进党的事 你们是不是违反了民主法治 蔡英文 你是不是 真的带着民进党一起 带着行政院一起 用国家的机器 国家的资源 来追杀手无寸铁的韩国瑜 我认为明年的总统大选 是台湾人真正的追求民主的革命 他对抗的就是暴政的蔡英文政府 各位仔细回想一下 蔡英文可以到处说谎 他可以说我们的经济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当我们的国民所得都比不上香港 比不上日本 比不上韩国 比不上新加坡 竟然蔡英文可以告诉所有的人说 我们的经济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当大家在质疑蔡英文的博士论文 跟博士学位的时候 他采取的方式是告 但是他没有办法举证 蔡英文到今天为止 没有办法拿出博士的证本 跟博士论文的证本 你该负举证的责任 不是要彭文正跑到英国去开国际记者会 英国的伦敦政经学院 你也犯了一个学术上最大的错误 就是你没有办法证明 蔡英文的博士学位 是经由正常的博士 口试跟读书 跟所有的研究 所有的过程 所以当我们看到 彭文正一个人跑到伦敦 去开国际记者会的时候 我就觉得完了 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 脸丢到国际上 当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 到高雄去看韩国语的时候 就已经宣布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美国人不会再挺蔡英文了 美国人要站在中间 我也跟各位说 不要再看美国的民主制度跟要求 只看美国现在的总统Trump 他一个人做不了主 他现在也可能被真正的弹劾 美国的民主要求是什么 我告诉各位三样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做Integrity 政治人物的诚信 跟人格的完善 蔡英文没有 蔡英文没有 第二个叫做Corruption 是不是真正是贪腐的 蔡英文的政府证明了 他们是贪腐的 第三个叫Free Systems 大家可以简单的讲 叫Democracy 叫做民主 是不是经济是自由的 是不是言论是自由的 是不是所有的制度是自由的 不是由政府在掌控 不是真正的专制独裁 陈水扁可以在外面爬爬糟 就代表我们法治的死亡 总统专机走私私焉 法院地检署竟然办不下去 我必须要很佩服 板检的这些检察官 我佩服你们 但是走到后来 我看不起的是法务部的部长 你竟然让总统府把你压着 不敢去查清楚 总统专机走私私焉 但是这件事情 因为路过美国 美国对这件事情 是撩入执掌 你所有的肥猫 所有官员的派任 完全是仇用 所以你就是一个贪腐的政府 所以我刚刚讲 美国的民主要求的这三件事情 你全部都破坏了 不要讲今天的美国的政治人物 不能接受 美国的人民也不能接受你这样的制度 所以蔡英文你垮了 你在美国的人民心目中已经垮了 你在其他的欧洲国家的心目中也垮了 蔡英文你垮了你知道吗 当然他知道 所以要一直不断的抹黑韩国瑜 甚至说韩国瑜已经死了 有些电台说韩国瑜杀人了 各位这种的抹黑都出得来 韩国瑜讲废一利一休 苏贞昌出来讲说他转弯了 苏贞昌你在说鬼话 你在说鬼话 你明明知道一利一休 对劳房跟资方来讲都有最大的伤害 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有了最大的伤害 伤害已经形成 修跟费有什么差别 苏贞昌 总比你不敢修好吧 苏贞昌你做了一个行政院院长 现在用国家的资源到处编预算 到处撒钱 你撒的钱是谁的钱 是人民的血汗钱你知道吗 你知道是人民的血汗钱吗 你随便一个南向政策就是一千亿 一千亿可以养活多少人 你现在花的钱不止我们现在要付 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也要还呢 蔡英文政府在这两年里面 不管八千八百亿也好 南向的一千亿也好 风力发电的上兆也好 其他所有的补助 所有的钱花下来 各位 超过了三兆 我们中央政府的一年的总预算 才两兆 你多花了这么多的钱 你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在立法院完全顺从蔡英文的意志 去倒行逆施 破坏制度 迫害人民 你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都应该下台 你要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 从今天就开始请辞 苏生昌你也该下台了 你还可以这样恶心恶壮 恶言恶语吗 你们民进党要怎么样对韩国瑜 这样一个人出来打这个仗 打这个选举 是人民的决定 人民决定他出来 代表国民党参选 是人民的决定 所以他没有所谓的落跑 是人民的决定 全国人民的决定 他要出来就是要对抗你们这些 贪腐堕落的民进党 蔡英文你听清楚 你知道你的选情如何 你知道美国人不支持你 可是你不可以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我现在在这里呼吁 所有的韩粉 大家站出来 我不同意韩总讲的爱与包容 对民进党没有爱与包容 因为他们破坏了爱与包容 我呼吁韩国瑜 跟全国的人民 大家站出来 保护韩国瑜 当有任何的造势活动 有任何活动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都在人群里面 我们去抓那个 昨天晚上丢鸡蛋 明天可能丢土质炸弹的人 我们大家一起站出来 韩国瑜没有足够的精力 我跟在他的身边都知道 没有 他的精力是不够的 等到他真正的去登记 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那时候国安局才进来 可是国安局派在他身边的人 没有几个人 当一个造势活动 一个群众运动 都是上万 十万人 五万人 几十万人的时候 混在人群中间 很容易丢土质炸弹 很容易刺伤人 很容易做成许多的伤害 当有那种情形发生的时候 我们还有选举吗 我们中华民国还有 选下一次总统跟立委的机会吗 各位想想看 只要有那样的混乱 韩国瑜如果受了伤 就会天下大乱 天下大乱的时候 蔡英文就刚好可以宣布戒业 蔡英文 我今天跟你讲的话 你听见了吗 苏贞昌 我今天跟你讲的话 你听见了吗 我今天在这里 我就质疑你们两位 我更质疑民进党 左荣泰 你们要用什么方法 打这场肮脏的选举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 所有的国民 所有台湾人民该站出来 我们捍卫的是自己的民主 捍卫的是我们自己的法治 捍卫的是我们自己的自由 捍卫的是我们自己的权利 如果昨天晚上的事情 是土制炸弹 各位 我们没有选举 民进党得逞 所以在这里 呼吁大家 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在参与韩国瑜的任何活动的时候 希望大家都一起来 帮他做安全的工作 注意到周边的人 我也希望 今天 中华民国的警察 中华民国的安全人员 请你们要 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韩国瑜受到任何的伤害 我们就没有明年的选举 当我们没有明年的选举 我们中华民国 就没有民主自由 民进党就可以继续的恶行恶装 民进党可以继续的贪腐 民进党继续的压制 言论的自由 压制媒体 民进党可以继继续的搞冬场 民进党可以继续的总统专机走私实验 民进党可以继续在高铁上丢三百万 民进党可以继续搞垮台湾的经济 所以我在这里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昨天晚上一夜难眠 我想的事情 跟我的看法 希望大家一起来捍卫中华民国 捍卫中华民国真正的自由 民族 法治 跟人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